中房子拿去一戸冬粮 每個30公斤的大鞭子就定現我們正路 因為很可憐 沒有看到的人都覺得很生氣 大家的鞭子嗎? 沒有,現在才看到 現在才看到嗎? 會覺得很生氣嗎? 房子蓋住的也不知道啊 我去天到看著 大鞭子這麼高 比四個大鞭子 這次這個大鞭子是大南町民 吳克松 這也是無意中發現的 專門在做傳統虛義台北京吳克松 也決定要將這個大鞭子 做新鞭子出品保存起來 我都找到這麼大鞭子而已 有嗎? 都找到這樣大鞭子而已 那如果比較高就甘掉了 這鞭子這麼大鞭 要漏起來才可以甘掉 就不要看這個鞭子 一定要漏起來 來做衣飾品啊 背後釣到壁 做裝飾品也好 衣飾品也好 鞭子甘要用它的傳統來保存 這個不好 不過鞭子甘也很不耐表 新鞭子甘的蝦衣 傳統佈景的人 是越來越少了 他就希望可以用技術來鞭子 因為如果是師團 就太可笑了 找不到人而已 困難的時候 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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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